A子聊事記,甜甜ACG 大家好A子 今天要介紹一個我個人覺得目前三代 非常非常實用的一個網站 AOE3 Companion 這網站你一開始點進來 它會出現這個天梯排行 這邊可以看到EVE 對五條約,帝國戰爭跟死鬥模式 那其實最有趣的是 它可以看到現在正在進行的 天梯對局 就包含我們提到的那些 EVE還有團戰的爭霸戰 然後最有趣的是 它可以看到已經進行了多久 然後它有給你ID讓你去找 那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看到說現在有多少人 正在觀戰這一場 天梯的對局 那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frontline對上報水 我等一下,這已經開始了13分鐘了 不知道達到什麼程度了 這一場,等一下應該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它回到天梯排行之外 上面你可以看到還有其他的內容 那最常用的是這個建立紙牌組 這一個網站它除了你可以去建紙牌之外 尤其像是原住民 它有一些升級選項實在是很容易忘記 對不對 那這邊就寫得很清楚 它的中文還是有一點點小錯啦 所以像戰士這邊應該是送兩隻骷髏 這邊就沒有寫 把它修正 如果你把它切換語言 切成英文 它就會正確的顯示 送的是兩隻骷髏 這邊就是顯示送兩隻骷髏 那其實大家會常忘記 尤其四項原住民 它的戰士啊,酋長 傳訓者就快升,大家都一樣 然後再來加那個女智者 每一個文明的女智者 其實效果也都不太一樣 然後戰士的效果也不太一樣 有些送兵啊,有些送一些奇怪的東西 酋長也是差異最多的 有些酋長送的是什麼車子啊 那像阿子的酋長就是真的是跟酋長有關的 好,這邊是長老 那你去 就可以去等於說 一下子不知道 這個 到底選的 他選的這個傳訓者跟酋長 到底是送的是什麼 就可以從這邊去找 那除此之外 尤其是革命 這個也是大家覺得很麻煩的事情 怎麼說呢 因為革命它沒有辦法在科技術裡面呈現 但是這個網站呢整合得非常好 你這邊點下去 這邊可以去切革命的選項 就是所有的歐洲文明 然後 墨西哥這邊所有的革命選項 它的卡牌全部都可以呈現出來 然後 美國跟墨西哥又有州選項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州選項 州選項呢可以從這邊星星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每個州給你的州卡片 墨西哥也是喔 這邊就可以呈現得很清楚 不管你是要州選項的 還是要革命選項的 其實這邊都 可以讓你去把卡牌去點出來 那除此之外呢 在你去點這些卡牌的時候啊 好,比如說我這邊選這樣子 可能需要一個百姓 然後十代二來個七百姓 然後可能再來一個教堂 教堂 然後如果我們要去發卡的話呢 我們想 我們假設我們組了一套牌 那我們現在要決定發卡順序 你只需要在 右上角的部分 點一下 輸入一個1 就可以再等於說這個是第一張卡 你可以選2 那如果你是可任意選擇 比如說 1、2之後 那這邊可能是3或4嘛 那其實這兩個你可以都把它當成3 就是你3可以任選 然後你也可以再 幫它補 這樣子 這可以放3或4 所以其實這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呈現卡牌 發牌順序的一個 呈現方式 那你組好牌之後呢 你在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相機 點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生成這一套卡片的 圖片 就是這套卡牌的圖片 然後你可以點下載或是複製 然後貼到你想要分享的地方 不管是什麼平台 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幫它取名字 那除此之外呢 這邊也會有完整的去寫 就其實跟其他文明的升級 其實就是都一樣 它會寫說 欸每個文明需要多少資源 然後詳細的科技術 這邊也都會有寫出來 這邊就有寫說 欸革命的選項是花多少資源 然後這個 文明有什麼特殊的科技 這邊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自己在 播比賽的時候 或是在講解一些紀錄檔的時候 如果一下子忘記了 這些科技是幹嘛的 這個網站找 非常的方便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是有一些單位 實在是太少人用了怎麼辦 這邊也找得到 所以用名字搜尋 或者是譬如說 用它的單位去搜尋 比如它是原住民戰士 有些原住民戰士 真的是超級無敵少見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去找 這邊也會寫出它詳細的攻擊速率 那比較有一個問題是它 因為三代最近更新的比較頻繁喔 像比如說波士尼亞 它就是一個還沒有更新的例子 你這種網站越做越多 內容要去更新就越麻煩 像之前我在看的時候 這邊這個就還沒有改 近身這個敘述才沒有改 那之前在看的時候 這邊原本還有一個近身圖案 那現在是已經更新掉了 然後多了一個重鋒能力 這個是波士尼亞後來多了一個重鋒能力 那目前因為你沒有近身了 所以血量跟攻擊力也都不會再變 這邊是艾爾蘭呂 艾爾蘭呂呢 可以透過近身強化 這邊好像沒有寫出來 這個 你看艾爾蘭呂其實是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會強化的 一種是不會的 這個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所以如果要找一些單位 其實這邊都寫的還蠻清楚的 所以是相當好用 那基本上比較常用的就是天梯 比如說我要看哪些人在對局啊 然後哪些人可能在線上 然後找紙牌族 這邊見紙牌非常好用 然後找一些科技其實也非常好用 尤其是革命選項 單位部分也是喔 這邊可以用搜尋 然後去找 找英雄啊 然後找一些什麼你想要的資訊 其實都很清楚 好 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非常簡短的 實用網站介紹 那目前這個 網站的中文是由 台灣玩家就一再負責協助 嗯 這個版本之後 可能也會再出更多其他語言啦 然後目前就是這些 葡萄牙語啊 一般牙語英語 法語這些 好 這次就分享到這邊 我是一隻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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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到這裡 美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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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要來 些人 做些人 用工資 我們要來